大家好,我是欣欣 这个每年的暑假寒假呀 可以说是学生们最最清闲的时候呢 那约上三五个好友四处玩一玩 真的是想要多自在就多自在 当然有的学生呢会在这个假期呢 哎,去做一些兼职啊 那么对于这种勤工俭学的行为呢 我并不反对 不过呢,我有一点呢 要提醒你就是选择兼职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擦亮双眼 因为这个时候啊 往往骗子啊,也是最长久的时候啊 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学生浅薄的社会经验 来榨取钱财 最常见的方法呢 就是要收取中介费啊 提供虚假工作 他们先以招聘的方式 哎,联系你呢 去公司面试 然后再告诉你呢 这里并不提供工作 而是替其他公司再招聘哦 这个机会合适的时候啊 可以把你推荐给这些优秀的企业 但是呢,你要缴纳中介费 一般呢就是300块500块啊 这样不等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劝你啊 这个钱千万不要交出去了 因为就目前而言呢 没有哪家优人单位 会让别的公司呢 替自己招人 还有呢就是要利用网络兼职啊 进行诱骗 那么这种兼职呢 会告诉你可以坐在家里边 日赚百元 操作起来呢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给某宝啊 做虚假的订单哦 也就是你在对方提供的这个网店里呢 购物 买完之后啊 商家再把钱返还给你 这么做呢 是为了这个提升商家的月成交量啊 好让看起来有点影响力 但每做一次啊 就会奖励你10到50块 不得 那么这种兼职呢 也是挺坑人呢 对方可能会给你 发送钓鱼网站的链接 你点进去之后啊 就按照他的步骤来操作嘛 很快你的支付宝啊 银行卡里的钱啊 就会被划走 还有东西就是你买完东西之后呢 对方啊不给你退钱 无论那种情况啊 都会对你的财产来造成一定的损失 所以啊 你千万要注意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准 是不是正规的公司 你可以根据公司的名称 去添眼茶 或者其他这样的APP看看 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好的 多听心音唠叨 稍作理财弯录 我们下期见